AI科技兴起掀起了全球资讯产业革命 面对新时代的变革 中家集团也选在屏东墾丁 主办了中家学院第一届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总共两场九篇口头论文发表 邀请了50位产观学界的意见领袖到场参与 中家学院第一届新媒体时代高峰论坛 选在9月初在屏东墾丁登场 而中家集团董事长也亲自到场参与 AI所带来的演变会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科技的创新 我们媒体前途是非常不确定的 AI兴起掀起全球资讯与产业革命 面对新时代变革 这回论坛总共两场九篇口头论文发表 外加20篇必报论文展出 有请陈校长主持第一场口头论文发表 过程中分别由世行大学校长 以及政治大学教授共同主持 聚焦AI人工智慧议题 同时也邀请50位产官学界 意见领袖到场共同讨论 媒体是如最高的目的 你需要分界这一讲 包括AI的刚来的开发商本身 他都要有法律规范 如何深用AI 却不被AI科技所控制成为一大课题 中家集团拥有全台近120万户 有线电视用户 为全台第一大有线电视系统台 如今率先举行论坛 就盼找出新AI时代下 媒体素养的新典范 听听这些学者们 到里面他们怎么面临这些挑战 新科技带来的演变 让传播媒体备受考验 这回集结各界学术精英 跨界精彩对谈 也引发关注 记得圈不圈对名 平常找不到